大家好 上一节呢我们给大家示范了怎么样用这个八爪鱼啊 去拍一些视频的日志对不对 这个回带的话非常方便 但是走动的时候肯定会有抖动了 所以呢这一节我要给大家介绍版强大的一个稳定器 这是一个智云的Smooth 4 专门给手机用的一个稳定器 那稳定器最大的功能 就当然是帮我们在走动啊 那时候达到一个稳定的效果了 之前呢我就拍了一个稳定效果的一个评测的片段 先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感觉到那个效果明显要稳定很多 对了这就是稳定器最大的功能了 大家可以好好的去运用 它不单只可以做到一些稳定的效果 它本身杆子的一些手的一个按键的设计啊 还有它的APP的使用啊 都能大大提高我们用手机做一些视频拍摄专业性 那我们现在呢就给大家示范一下它的详细功能 接下来呢我就要介绍一下智云Smooth 4 四种非常便利的模式去发挥它拍摄时候的功能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开关上面有两个模式选择 分别呢是PF 航向跟踪模式 我们先来示范一下什么叫航向跟踪模式 首先可以看到呢这里有一个最上面PF是航向跟踪模式 你可以看到啊只要航向跟踪模式 这个模式的时候你看一下我的手转动的话 这个镜头是跟着我的手而转动的 另外一个呢L呢就是一个锁定的模式了 如果我们把它调为下面的L就是锁定模式的话 无论我们的手怎么样转抖动移动它都是固定一个方向的 然后最后面呢这个有两个按钮 分别呢按上面呢这个是风狗模式 我按着它呢基本上我的杆子呢就好像一个棍子一样 正常一个杆子完全跟踪我的方向了风狗模式 而且是带有一定稳定效果的 下面呢一个呢就是全跟踪模式 我们如果往上跳的话 你看到这个相机也是跟随着慢慢的往上 如果向下的话它也是会慢慢的向下移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功能的一个使用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杆子的最下方呢 就是一个开关的按钮了 长按两到三秒的话就能打开了 然后在这一个界面的右下方这呢 这个呢是一个拍照的一个功能键 这一个呢中间录影的功能键 然后左下方这个呢就是一个对焦与变焦的一个切换 大家可以同时呢转动这个滚轮去调整你的对焦与变焦 然后呢这一个的话就是一个曝光 可以调整一个曝光相对明亮这样子转动去调整它的那个曝光的大小 这一个呢就是一个镜头的切换 最上方这个呢就是一个分辨率的一个调节了 如果我们想选择不同的模式的话 左上角有一个menu我们可以按下这个menu的话 它就有不同的一些设置了 包括拍摄啊闪光灯啊等等不同的功能 我们可以在这里调整 当然我们使用一个手机拍照的话 有一个就是不同的ISO啊感光度啊快门啊这些在哪里调节呢 我们可以去到手动模式选择打开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分别在这里可以 比方说在这中间调整一个快门的速度 在右边呢是ISO调整一个ISO 还有最左边呢这个就是一个曝光的补偿 然后menu这里呢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拍照的模式 比方说这里有180度全景 慢动作延时摄影 移动延时摄影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吸去苛刻的一些功能去选择 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拍照的定时啊 白平衡的调整啊 还有分辨率也可以在这里设置 谢谢各位的收看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懂 用得会 有什么问题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下期见